我剛才進來的陸禾食飯之前 在停車場碰到一個教書的朋友 他就很輕之勃勃,不是輕之勃勃,是有點生氣 他就問我,Peter,你有沒有用這個ChatGPT 我有,但我用最初版本,我記得是點三 找他作了一篇文,我自己作了一篇給學生看 結果學生說我那篇寫得好很多 他那個ChatGPT寫的那篇就很兇的 裡面,沒錯,是很多point的 但那篇好的文不是一定說我point多的那些文是好的 但是他就告訴我現在那個point4 那個ChatGPT point4已經進化到很厲害 這個我都略有所問的 The progress, the improvement 或者我們講的叫evolution 他一邊演化,是那個速度並且那個 那個速度並且那個幅度 就很令人覺得很印象深刻,很厲害 那這位教書的朋友,我開了名字,梁sir 梁sir就說,他就設了一個題目給他 就說,因為他是電單車迷 他知道我開電單車 他就設了一個題目給他 就叫他compare那個哈利Davidson 哈利和一個scooter 一架,一架那些綿羊仔 The guy in the back keeps The guy in the back keeps sneezing So I'm a little scared, alright I'm not exactly scared, but a little alarmed, alright 不過打黑痴很普通 他那一隻,但那一隻是連環打黑痴 Anyway 希望他掩著他的口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掩著他的口 我們講到哪裏 Compare那個哈利Davidson 和那個scooter 是一個很有趣的 的comparison 但是我不認為這個 enology 我不認為這個enology 是合適的 因為哈利Davidson 不應該和這個scooter 是put in the same category 去比較 所以那個enology 是不倫不類的 Alright 你比較他什麼呢 我想問 如果哈利Davidson 你可能和這個 高輪 和這個honda 那個金翼 去比較 然後 或者是Suzuki 那一隻 那一隻很漂亮 那一隻 但香港我見到很少 M 如果我沒有記錯 OK 如果我沒有記錯 M180 那個巡航 那個cruiser 比較 我覺得是對的 不過 Anyway 梁sir 做一個 experiment 他告訴我 他為什麼這麼激氣 我還沒有說 OK 他這麼激氣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認為 ChatGPT 是 會取代我們 教書的行業 那我就 我安慰他 我安慰他 不用這麼害怕 還有一段時間 那 那 personally 我就 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 對我來說 教書 一個 sunset industry 一個夕陽工業 來的 我亦都 有些厭倦 我亦都相信 所以我不會教得很久 他可能 posed a real problem to him 因為他比較年輕 不過 梁sir的英文 很solid 很壞 我不相信 ChatGPT 在短期之內 會令到他的學生 不用找你了 梁sir 我們有AI幫手 好過你 I don't believe this shit 不用怕 梁sir